《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由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礼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哪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哪日子临近,就更当于此 信息当中,若华牧师进一步分析 神赐立新约教会的目的 神吩咐基督徒不可以停止参与聚会 目的,是要人透过参与聚会 与人彼此相爱和勸勉 从而认识信仰性质的真体 发挥人性得行的光辉 使自己的耐心越来越痴神 究竟,什么是信仰的真体呢?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信仰的性质呢? 由华牧师分析 正因为人们,甚至普世基督教组织和侍奉者 都不懂得以及忽略信仰的真体 因而在信仰上产生很多的问题 总是为着成功,知名度以及成就 盲目地举行一个接一个大型聚会 为了使自己更加出名 不适以借债的方式 使聚会变得越来越庞大 招揽更多人 甚至,基督教界非常盛行巴难侍奉 他们不断创作诗歌 名义上是所谓赞美荣耀神 实质他是利用分心 以此赚钱 向基督徒和教会赚取诗歌版税 假如有教会没有缴交版税 他们就会数珠法庭 令这些教会倒闭为止 这些基督教组织和巴难侍奉者 从来都不明白信仰的本质 不知道信仰的真体 这些人的信仰 就如石头一样 是麻木 一味多造 重复又重复 从来都不发挥人生得行的光辉 从来不考虑使自己的内心越来越似神 从来不会在人生当中越来越爱人如己 彼此相顾 激烦爱心 勉励行善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何在信仰力情上 神要人不断懂得发挥人生得行的特征呢 为何基督徒需要彼此相顾 激烦爱心 勉励行善呢 为何神在人与人之间 摄下众多互动 情绪交流的提醒呢 神创造人类 有别于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 人类之间的相处 是有互动和交流 神刻意在人类的交流里面 给予众多真理教导 与救予的神戒 尼未记 针研 传道书 以及新约的教训等等 救导人在交流当中如何自暑 例如 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和说话 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路 各人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以记守 也都不可以含露到日落 神值着圣经明确吩咐我们 不要疾到 不要自夸 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 不要轻易动怒 不要计算人的恶 与弟兄姊妹相处时 总要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威何神刻意在人与人之间 施立众多情绪上的交流呢 踏入新约之后 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以及新约教会诞生之后 威何神不断透过主耶稣和众使徒 定立众多比旧约更加严谨的标准呢 在旧约 神吩咐人以名常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伤还伤 但是踏入新约之后 神却吩咐基督徒 需要增行更高的标准 不要跟恶人作对 要以人性的德行回应 展现信仰的光辉 假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替他走两里路 以慷慨和不记仇的方式 同人相处 必人有求的就给他 有人需要借贷的就不可以推迟 《卖体福音》5章38-42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指示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一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女依 连爱依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替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恢你借贷的不可推示 当彼得问主耶稣 如果有人得罪了自己 是否可以按照旧约的标准 只遥述七次呢 主耶稣却教导更高的标准 就是要遥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那时 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帝兄得罪我 我当遥述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随着历史的演进 神一直让不同时代的人 逐步明白信仰的真体 就是要发挥人性得行的光辉 越来越似神 最终 神透过历史和真理 塑造出每个时代的辛苦 甚至 在历史结束TAF的时候 人欲出有历史以来最大量的辛苦 赞放人性得行的光芒 换句话说 其实神创造了人类之后 人内里独有的情绪 感情 文化 家庭 以及人伦关系上的互动 都是神刻意设计 人与石头和树木大不相同 受造之物里面 只有人类被设定 可以成长至拥有与神同等的形象和样式 最终成为身父 成为神的儿子 可惜 当普世教会和侍奉者一直麻木 举行大型聚会 纵使他们重重复复 举行多个大型聚会 但是他们只是看见外在的成就 知名度不断增加 内心的性格和爱心却没有成长 他们为求成功不择手段 在信仰的德行和情操上 一直与神的期待背道而辞 人与人之间亦毫无怜悯和恩慈 与石头树木无意 甚至好像野手一样 同样是麻木不仁 踏入新约之后 神非常郑重地提醒基督徒 不可停止聚会 使各人在参与聚会的时候 学懂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甚至 主耶稣透过山羊和绵羊的比喻 郑重警告那些被咒座 预备进入永火的山羊 假如他们不向 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私行怜悯和恩慈 这样 他们就是没有做在主的身上 枉费了神级与他们发展人性德行的机会 相反 那些蒙天父赐福的绵羊 在人生里面 总是寻找以及珍惜自己可以牺牲和付出的机会 当有人饿了 就给他们食物 当有人渴了 就给他们解渴 当弟兄姊妹作客女 赤身怒体 患病和有缺乏 他们总会发挥人性的德行 珍惜每一个自己可以贡献和付出的机会 所以 主耶稣说 你们既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他身上了 显而易见 不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的标准 神都在人与人的相处里面 悉心设定了各种感受和情绪 每一种心态 都是神为世人特意设定的处境 最终成为各人的考验 主耶稣吩咐及要求所有绵羊的基督徒 即使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但假如他有缺乏 我们就需要凭着爱心 向他们伸出援手 发挥我们人性的德行 然而大家可以试想 人生所遇见的每一件事都绝非偶然 全部都是神为每一个人度身订造 精心设计和布置的场景 值此成为山羊和绵羊经历的考验 换句话说 我们身边遇到各种人与事 不同处境 不同文化 不同祭遇 人与人的相处里面 所出现的不同需要 甚至人因为某种需要和渴求 而形成的缺乏 其实 这些处境全部都不是偶然 而是神有以设定 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所记载 有人会饿 有人会喝 有人会成为客女 有人会赤身露体 有人会患病 有人会缺乏 这些光景 并非一种偶然 而是神的精心设计 当我们遇见身边一个个有缺乏的人 这些就成为了一个个场景 成为我们一个个考验 事实上 神为我们悉心设定人与人相处的种种感受和情绪 当我们眼见身边的人有缺乏 内心就会生出同情同怜悯 甚至 圣经也有各种真理和交道 指示我们和人交流的时候 应该如何自处 因此 神设计这些不同场景 成为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个考验 值此分辨哪些基督徒是蒙天父赐福的绵羊 哪些即是被奏座 预备进入永火的山羊 因为 当基督徒没有向身边最小的一位弟兄 施行绵敏和恩慈 发挥人性的德行 这样 他们就是马太福音25章所记载 被神审判的山羊 因为他们枉费了神给予他们发展人性德行的机会 没有透过神度身订造的考验 学习更懂得写几同牺牲 反之 在一次又一次考验里面 只是不断证明自己是一群自私自利 不会付出对人莫不关心的恶人 所以 在人生历程上 神吩咐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 目的就是让人透过与人相处 参与聚会 逐步建立人性的德行 明白信仰的真题 从而拥有神的形象 爱人如己 行公义 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日和牧师提醒大家 当有一日 世上的君王和元首潜离就光的时候 无数奔客会一同参与石安教会的大型聚会 纵使石安教会有不同的大型聚会 音乐营 报道会以及说的聚会等 其实 大复兴的局面 亦是神设定的场景 为要成为我们信仰最后的考验 没错 最后大复兴里面 大量人数涌进石安教会的光景 根本是神给予我们信仰的另一个考验 看下我们面对这么庞大的人数和需要的时候 会不会懂得借着照顾初上的缺乏和需要 逐步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性德行 明白神设计信仰的真题 认知人生和大复兴存在的目的 只是到了最后大复兴的时候 各人必须省察自己的内心 会不会变得好高慕远 喜爱荣耀 喜欢被人拥大以及清赞 只着眼于成就 聚会人数多寡 甚至只顾喜爱大复兴和庞大经济带来的物质和荣誉 这种基督徒不单止没有把握机会 发展人性德行的光辉 相反 还纵容自己内心慢慢变怀 走上大淫苦巴比伦的路 这样 从信仰的性质上 这些前来就光的奔洽 就枉费了神祭做最后大复兴的用意 所以 我们要从性质上 真正明白整个信仰背后的真题 我们必须明白 信仰的真题 却不是外在的成就 神亲自铺牌历史和现实 所着重的 根本就是让人的信仰 在神铺设的环境和考验里成长 取得满分 发挥人性德行的特质 故此 神从来都不是着眼于基督徒外在的成就和丰功遗迹 反之 神所看重的 就是身负内累的品行和情操 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聚会 建立人性优美的德行 私恩与人 事实上 自从入华牧师决志信主之后 每每他研读圣经 亲近神的时候 都讲求心理质素 着重内心的善良 所以 入华牧师多年来 从未浪费过任何一年的信仰 亦从未枉费过任何一次生命的成长 入华牧师在信仰成长上 从未让自己兜圈 不思长进 或追求外在成就 以利益挂岁 反之 他自缺自信主之后 一直以人性挂岁 连一日都不偏差地 让内心的德行做到最好 更拥有神的形象 原来 神仓做世人的时候 为我们悉心设计有别于其他万物的人性 甚至 透过圣经的界命和教导 在人与人相处间的情感 态度和细节上 吸引我们充足指引 包括不可以贪心 不可以骄傲 不可以说谎 不可以记仇 要懂得凡事包容 体谅和遥述等等 为什么圣经里 神一直这么强调这些人性的特质呢? 显而易见 这些人性的德行 是神一直所着重和珍惜的 各人需要保守自己的耐心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人性的德行 叫伦舍以及弟兄姊妹得到益处 让自己在信仰上不断建立德行 现时 当我们见到香港的黑衣人 不断製造暴乱和破坏 部分基督徒不但支持黑衣人 甚至自己成为黑衣人 他们只顾过人利益 不惜说谎 使用暴力 流无故人的血 为主得到他们想要的所谓成功 不择手段 毋庸之以 他们全都错失了人生 枉费了神级与世人拥有生命 和信仰成长的机会 明显 现时普世基督教 已经无法分辨信仰的真体 全都走向着重外在的成就 成功 利益和世人的拥大 以为多人支持 就等于正确 例如 1996年前 日和牧师曾亲自接触一些香港基督教组织 是专门协助外国著名牧师 举行大型聚会 日和牧师发现 一些组织的总负责人 都有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一有机会协助举行大型聚会的时候 就会出现胡假扶威 看不起人的劣根性 当时 不论是傾听神的声音 神的认可 以及神的同在及素 日和牧师都拥有给他们更大的恩高 但他们 只因为自己有机会协助外国著名牧师举行大型聚会 就骄傲至一个阶段 无视身边比他们更大恩高的人 到底 日和牧师在他们眼中算是什么呢? 始终 他们心里面 因为成功和成功才是最重要 但对于日和牧师而言 多年来 日和牧师都情愿在神面前做小卒 宁愿不显眼 不出名 没有骄人的成就 甚至 愿意在1996年双向水事件中 为成一元故梦常污名 成为中人眼中的失败者 受尽之马 日和牧师愿意为神做到最好 成为一个拥有更优美良知的人 这个就是真正信仰的成质 来到今日 神终于透过世上圆圆不住的共同信息 因此外人眼中一间平凡教会 蛇案教会 是活出了信仰真体 拥有辛苦必要特质 透过各种信徒聚集的机会 被此实行真理 互相面临 互相教导 于内心中不断成长 展现人性的德行和光芒 这个就是人性应有的成长 是神于永恒中一直真而重知 期待永恒辛苦以内心的品行来葬式自己 所以 圣经教导我们 外带兄弟行狗忍耐 就是这个原因 人生的确有沉满的部分 很多事情必须重复经历 将真理重复实践 只是每次实践的时候 国人内心能否行狗忍耐 在神面前多取一分 多进步一些呢? 普世基督徒却完全不理解 更持续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于进行不可停止聚会的命令中 不但没有结出更多圣灵果子 反而内心生更大的麻木 在与人相处中缺乏突行 对于普世基督教的所谓大组织 著名报道家 获祭先知 巴兰斯丰 他们不择手段地举行大型聚会 只是为了赚取金钱 知名度及人的支持 纵使要埋没良心 算人离己 违背真理 他们也在所不计 不介意变得更麻木不忍 更无人性 对他们来说 爱在成功才是最重要 可悲的是 这个正是普世基督教古出的外风 他们不理解圣经中 神迹众多经文所带出的 都是着重人内心人性的德行和性格 而不是得着祝福和成功 换句话说 就是人得着圣灵之后 所结出的圣灵果子 才是神眼中更宝贵的事物 于这个V.O.接近尾声的时候 又黄牧师郑重提醒特兴姐妹 接下来 当世上的君王和元首前来 石安教会就光 我们眼见大量奔客 勇致参与各种大型聚会 于1990年代 先知Paul Cain所预言 大量人数坐满不同的球场 对于我们这一群被塑造成为 身父和同侣的后书人而言 其实他们只是一大群奔客 是于高阳分宴正式开始的时候 被神免强邀请附席的奔客 他们仍需要努力赶上 穿好礼服 就是发展内心 展现人性德行 好行为 好见证 成为他们的公义铺 而我们身为身父和同侣 所以 当他们得着从神而来的高星之后 他们缺不能放弃自己内心的品行 即神珍重的德行 于代人之物上 不要被物质和成功充分着头脑 成为一群熟灵妇而待 反之 每次聚会里面 他们都要更加着重怜悯 与人相处的人性 成为一个更有礼貌 更有人情味的人 就如主耶稣 虽然他将违背神的法利赛人 施为一群流矮 但是 面对小孩子 孤儿化妇 真心认罪悔改的妓女和衰女的时候 主耶稣总是持住美好的人性和品德 以怜悯的心医治他们的疾病 满足他们的需要 试引给他们 为他们行出五饼二鱼的实跡 对于羊来说 主耶稣是甘愿为爱惜羊群的缘故 不惜写明的是好目仰人 但是对于如狼一样的法利赛人和民事来说 主耶稣却成为了犹大的狮子 是审判世人的王者 主耶稣亲自示范 于神的眼中 那些不敬虔 不敬威神的人 其实只是流矮般 是被神收割 等着焚烧的草木和佳 是被风吹散的汗屁 同样 接下来拥进石安教会的宾客 他们都需要穿上扶植的礼服 就是赶上建立优美的耐心和德亨 纵然他们进到一间拥有共同信息 有神超然认可的神父教会 但他们都不能因为眼见这个复兴和荣耀 而忽略自己需要努力的部分 制造好人性的光辉 后会尊重别人 社稷爱人 结出圣灵的果子 否则 即使他们赶上进入石安教会 被神邀请参与研职 但他忘记了穿上自己的礼服 这样 最终的结局 亦都是被丢在外边的黑暗女 爱酷辞子